台湾跨港台内的民主党全代会 比照共和党全代会驻美代表处在芝加哥举办欢迎酒会 民主党议员包括众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康奈利 众院民主党党团会议副主席刘云平 加州众议员赵美新出席 康奈利表示不像中国在美国国会没朋友 台湾在美国国会有很多很多朋友 他认为如果贺锦丽当选 可期望美国对台政策的延续 而纳入美台加速减免双重课税法案的 美国家庭及劳工税务减免法案 众院通过卡在参院 赵美新说不放弃这个会期 让美台加速减免双重课税法案通过 我会希望继续在美国国法兰法案的 以公共同省法案通过 一直以来台湾都有派团出席美国两党全代会 如何维持中立不介入美国选举不选边站 驻美代表余大蕾表示 台湾代表团就是来观摩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 了解政治脉动没有选边的问题 TVBS新闻林佳辉美国芝加哥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